Lio 聊事記 天天龍星 大家好 我是Lio 今天來看土耳其人對上勃根地人 這一場比賽是世界大戰2的競技場地圖 好 先來介紹一下 土耳其人是Dark對上Hart Hart是選擇勃根地人 藍方是土耳其 先來介紹一下土耳其人 土耳其人在城堡時代 可以製造土耳其火槍兵 這個城堡可以產生出來 土耳其人的槍兵跟毛兵是不能升級的 但取而代之他的大洛馬是免費升級的 而且還附帶一點遠方的能力 所以Dark也可以打這個樹地大洛馬 配火槍火炮的一個流程 土耳其人整體打法比較偏向黃金兵的打法 可以打馬弓也可以打駱駝 整體來說是一個部落的文明 好 那我們接下來介紹一下 伯根地人 伯根地人最大的特色是在可以前期的時候 黑暗時代就可以點下一級農一級木 城堡時代三農三木 封建時代二農一木都可以點 所以整體來說 伯根地人是前期要需要趕快賺到100肉 趕快去點下一級伐木 這邊已經看到已經點一級伐木了 好 在競技場地圖來說的話 有一百肉就要先趕快點一級伐木 待會一級農田等到撒農田的時候 才需要點的 所以前期還是要趕快去吃這個隱身動物 那一開始只有一級木的效果 經濟就還蠻不錯 但是並不會太明顯 因為這個資源只有三個人 有這個加速的效果 等到封建時代點上去 變成九人伐木或是八人伐木 就可以開始變得比較經濟有加成了 那伯根地人的打法 還是比較偏向於奇兵路線 速成遊俠 160滴的遊俠就是伯根地人 而且伯根地人的城堡時代可以研發重裝騎士的關係 所以城堡時代打重裝騎士壓制 在阿拉伯也是很強大的一個內加玩法 那伯根地人來說 在競技場的表現 算是一個中規中矩 不是很強也不是非常弱的 那中後期還是需要靠遊俠配槍兵火槍火靠 做出一個搭配組合會比較好 工兵路線沒有這個強弩的關係 所以還是要靠火槍 城堡時代的話 競技場應該是不會看到弩兵這個東西 所以可以預見 哈特這邊有可能是打一個經濟型開局 但是托爾奇人這邊一定會插城堡的關係 所以哈特人應該會被被迫挖石頭防守反擊 然後轉生鯉 或者是轉各種單位出來防守 好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兩邊的經濟配置 現在看到這裡木頭是六個人挖 這樣經濟就會開始變好 那沒意外的話 經濟場前期都是會打一個比較安全的 那這個經濟場塔公公 現在在比賽中也沒那麼常出現了 看到托爾奇人這邊是已經補下了農田 特別農田補得很早 一級農田沒有點 準備要來趕快升時代 哈特只是連下一級農田 畢竟他的經濟科技有打折喔 先點先或者折扣 早點想這個折扣 好 那我們來看到大客這邊是一分半 直接升上去兩邊都是差不多 都是一個直層配置25吋 沒有打24吋 那24吋的話算是比較極限的 那為什麼現在很多高什麼都不打這個極限配置喔 是因為極限配置呢是容錯率比較少的 你只要一個失誤的話 或是對方有什麼狀況出來的話 你比較難去應付的 但是如果打這個25吋的話 經濟的話就不會這麼吃緊喔 反而會有這個盈餘喔 可以讓你去調整自己的資源 去做一些戰術的一些搭配喔 所以現在可以看到兩邊都是打一個25吋 然後26吋、27 然後點一下城堡時代的一個流程 好這邊支援非常極限 800肉、200黃金 支援調配的剛剛好 好這邊點一下城堡時代之後 這邊趕快點一下二級伐木跟二級農田喔 挖金技術也要趕快點 好二級伐木先點了 那大客這裡呢 的一個細節就是要趕快出漏馬 因為他的漏馬呢 大客升到城堡時代會自動升級為輕騎兵喔 所以在第一時間來說 不跟地人是會打輸這個突爾西人的 所以哈特這邊漏馬還是要繼續按 大客要升到輕騎兵之後才可以反打回去 那突爾西人這邊前期一樣要控這個聖物喔 競技場的聖物是城堡時代 兩邊都要去爭取的一個重要資源喔 好哈特這邊沒有要點下二級農田 因為這裡第二輪農田還沒有需要去補 先趕快點下輕騎兵的升級 因為輕騎兵要150肉 好補了一個修道員 開了一個TC 雙TC 然後開修道員 但突爾西人打一個肉馬 轉突爾西火槍兵 這個肉馬直接繞幹 輕騎兵直接上去硬騎 騎到了幾隻村民 大客這邊有點大意囉 好肉馬追一下 好這邊本來想要低牆進去 但是Duck有意思還是進去了 最後還是成功戳逃 看起來Duck這一波有點 有點兇喔 直接衝進去砍一波 村民有點小小受傷 但是沒有死傷出現喔 都是殘血 好這裡收村 但突爾西火槍兵已經走進來了 這個自低門口 反而讓對手Duck的火槍兵可以直接進來啊 這樣就尷尬了 哈特為了救這些肉馬 反而讓自己損失了 這個防守的時間喔 好那哈特這裡沒有打算去挖石頭嗎 這裡趕快補石頭會比較好 雙TC 然後挖石頭 防守反擊一下 因為這裡不蓋寶的話 防守只能用生女喔 黃金消耗可能會很兇 暫時只能這樣打 暫時防守一下 正面還有一個後門可以走 待會可以後面抽抽點生物 好雙修道院趕快出生女 突爾西人這邊開始轉出火槍兵 三隻火槍再TC就能停下來 閃寶的話沒有打算這麼早挖 要先穩住一下肉類 但是現在主經被控就會很難受 正女這邊還是要找個機會 招翔一下 逼退一下對手 好 突爾西人現在是一個ALL IN打法 繼續撒農田 好這裡生物開始去偷撿了 然後又可能突爾西人這邊的潛壓 並不是那種 真的是要一波流帶走對手的那種潛壓打法 有可能是出幾隻火槍兵 嚇嚇對手 然後突然轉龍單TC速帝王巨頭開拆 然後轉火炮的一個流程 因為這裡農田撒的比較多喔 有這個意圖是想趕快單TC速帝王 好 那伯冠地人這邊是村民上有限在數量上的優勢 三七村打四四村 村民術是暫時領先 在這邊看要不要上下圍牆之類的 好伯冠地人這邊本來是想要上個神聖思想 最後決定再補個幾隻僧侶 可能想想神聖思想這個科技 遇到火箱集火也是一發一個 現在先穩定三旅這個數量 待會再補神聖思想也OK 原數量多才比較好去做反擊喔 好這邊火箱兵打得非常非常的兇啊 八隻火箱 快要把這個馬就給射爆了 好落馬在外面稍微巡邏一下 偷偷撿了一個聖物回來嗎 沒有喔 聖物卒先被撿走了 聖女直接原路返回 好現在是四隻聖女 這裡有一隻 還是有撿到 剛剛保護色沒有看到 上方有個聖物 待會可以再繼續撿一下 Bug的經濟應該算還蠻不錯的 現在是有兩個聖物 下面這個聖物應該也是十拿卓紋 應該是拿到了 神聖思想還有十秒鐘的時間 哈特稍微用聖女驅趕一下火箱兵 火箱兵直接退回圍牆外 那為什麼我可以篤定說 Dark這裡沒有打算要打一個牆狗 最主要是沒有下工程器製造所 剛講我就下 OK 但是他下的時間偏晚喔 是等撒完農田之後才去下的 所以這個初期的殺傷力其實沒那麼強大 那哈特這邊就有足夠的時間喔 可以挖出城堡 那可能這個工程器製造所 就有點白給了 那待會城堡一出來 通常投實測也不能拆到TC 那哈特這邊補城堡的位置的話 最好是補在正面這個位置 最好是把這個金礦給拿回來 但是現在要蓋城堡不太容易 可以冤對方土耳獻的火傷兵 可以反擊蓋寶村民 所以這邊下城堡位置 可能會下來TC這個位置喔 要往外蓋可能不太容易 好 直接蓋門口嗎 這裡低調防治喔 OK 蓋門口 好 那也沒有辦法蓋出來 這裡直接轉衝車 開始要來都市改造一下 讓對方都更一下 這裡僧侶繼續遭翔 肉馬上前想要阻止 結果肉馬直接上來 哈特的僧侶直接被砍爛 這個城堡 為了蓋起來 犧牲掉了自己的所有僧侶單位 肉馬衝進去 死個一隻肉馬 帶有兩隻清奇兵開始騷擾了 清奇兵在這個時候是比較難纏的單位 好 馬上清裝兵 趕快來防守一下 被抓掉了一隻村民 衝車打破了一個突破口 土耳其人帝王時代 還差一點點 這裡比較存下落淚 好 見了一個人走 要繼續補村民嗎 欸 這個哈特這邊直接鬼轉 農田 看來是沒有打算馬上速生帝王時代 好 但是才晃低 前方有個機會可以偷挖 還補了二級挖金 生旅要繼續補 穩定數量 修道院再補一個嗎 好 補的是軍營 這樣軍營的話 就可以防止對方的清奇兵 砍自己的生旅 好 前方這裡招翔 要小心 繼續招 生旅往前 清奇兵派出來 生旅往後收村 肉馬直接在原地爆炸 OK 清奇兵數量很多了 好 馬上清裝兵 數量是現在來到了 快要8隻左右 7隻 火槍兵數量來到了10隻 但是達克這邊直接速生了帝王 這個帝王時代還是生了上去 46吋 打67吋 不過地人這邊要守住的話 只能用馬上清裝兵來擋住了 這一波包夾 想要打 但是火槍兵輸太高 基本上就是一發一隻 而且還被招掉了 一直馬上清裝兵 好 趕快把這個生旅收進去 好 先把這個沖車解決掉 不然自己的房子一直被打 有點卡人口 好 後面補了一個新的TC 好 帝王時代還需要一點資源 好 這裡被迫收村 回來挖這裡的金礦 好 帝王也補了 現在是一分半的時間 那托爾西人現在有一分半的這個 科技的優勢時間點 好 這裡再補下新的房子 在這裡有個洞 他其實沒有把這個房子給補到底 好 這裡黃金的村民 可能要找個地方挖一下 也是要來這邊挖石頭呢 再來蓋一根城堡 防守下上面TC 那托爾西人這個打法 最厲害的地方就是 城堡時代的壓制力非常足夠 上到帝王時代的話 他的優勢會越來越少 除非可以在帝王時代初期 直接把對手的城堡跟TC 全部都更 火香兵直接往前繼續進攻 才有機會一口氣拿下對手 好 左邊補了一個新的TC 現在博文迪4TC繼續農 那哈特這邊重點就是 守住自己的大本營 礦產不要被對方拿走 那有機會的話 也是直接趕快去透下他家裡的聖物 我這邊蓋一個城堡 開始進攻 也是一個不錯的選項 好 但是對方實戰已經上去 先點了一個增兵技術 然後補下了火炮 好 土耳其人火炮出的時間非常快 看一下 這裡火炮喔 你有選擇巨頭嗎 巨頭還是要點一下 這裡工程很重要 這場比賽算是 蠻標準的 土耳其樹地打法 但是中間產了一個衝車 有點不太必要 因為他其實可以再更早行一點 火香兵跟衝車 或者是投石車一起出 是出到快要地龍時代 才出衝車有點慢了一點 如果要打得更兇一點的話 可以一上城堡時代 蓋完城堡 蓋城堡的時候 同時下工程7製造手 這個流程可能會更好一點 好 那大可這邊給對手 哈特有足夠時間可以反擊 現在哈特 補下騎士思想 印刷技術 跟救贖思想 這些科技分別是 減少生女的CD時間 可以招搶敵方的工程器跟建築物 還有這個增加3點的招搶射程 這樣待會哈特的生女 就可以招搶火炮了 好 這裡印刷技術好了 看一下 這裡招搶有點危險 生女往前 射一發 沒射到 好 射到了一台火炮 結果生女直接被火炮打了一發 損失了4隻生女 但這個城堡直接射到了火炮 火炮看來又是在減1了 哈特這邊重點 是要趕快繼續補助生女 跟馬上清裝兵的進戰單位 這些數量會比較好 這跟城堡看來是撐不久了 對手Dark決定要把對手給圍死 不要出來 但是後面早就已經有TC了 似乎沒有察覺到 好 黃金繼續狗 這裡只要有黃金的話 就能繼續打 雖然Dark的重點就是 把對方金給空住 但是這個野金 讓哈特有足夠的 生存能力 火槍還可以繼續出 甚至火炮也可以轉出來了 那伯恩蒂這邊的火炮 有一個細節 就是他可以一發打倒這些火槍兵 因為他的傷害是50點傷害 一般的火炮只有40點 所以哈特只要一轉出火炮之後 兔爾仙的火槍兵就會非常難受 這裡的TC看起來也是撐不久 打且退了 工程器製造所 要往後補嗎 這裡沒有補工程器製造所 難道是要走火槍路線 火槍對射流 看來是覺得自己的火炮 沒有辦法比得上火炮術 這個炮兵科技 但是其實兔爾7人 沒有辦法有足夠的資源 可以點金罐 好 這裡再繼續往前 先拆修造院 聖旅著想 被退走 轉招火炮如何 火炮沒有招 選擇的撤退 大洛馬開始安出來了 好 著想聖旅 聖旅能招到 沒有辦法 前方一台火炮被招搶成功 後面的三隻火槍兵也被招搶了 前方的兩隻馬上輕鬆兵被招搶之後 馬上攻擊哈爾特的聖旅 聖旅被打了幾下 之後順利守住 後方的火槍兵趕快出來擋一下 好 火槍兵再次往前 聖旅想要招後方的火炮 但是射程不太夠 一定要先招一下前面的火槍兵才行 聖旅的優勢開始出來了 OK 可以突然拉一隻 正在招搶勝地去招下後面的火炮 那火炮已經拉走了 這應該是沒機會招搶到 這隻火槍兵正面直接回射回去 火槍兵的數量非常多 21隻 21點的火槍傷害 跟土耳其火槍兵對射 應該是能射得贏到 21打17 土耳其人雖然有火炮的 火器耽誤的血量優勢 但是還沒伸到精銳土耳其火槍兵的關係 所以射擊的時候還是有這個攻擊Delay 沒有辦法離秒發射 所以這個火槍兵的優勢並不是非常明顯 反正是現在HART的火槍傷害更猛 所以更能打得贏土耳其火槍兵 生鯉配上火槍打法 甚至不用火炮嗎 火炮還是轉出來了 那火炮應該是拿來攻城 正面就是用火槍加生鯉 一直砰一直砰就砰回去了 這時候作品發現了 後方原來有村民啊 大洛瑪來抓一下 HART野外的村民可能會被抓光 SAK見狀發現情況怪怪的 他怎麼這麼多黃金 裡面這坨黃金挖完 這坨黃金被控住 居然還可以造這麼多火槍兵出來 這時候發現來得及嗎 火炮補下 然後再繼續補了更多的城堡 城堡補了兩根 這兩根都是要來出巨型頭司機 但是黃金不知道夠不夠 現在HART的黃金用著相當極限 土耳其人的正面 只剩下少量的火槍兵 火槍兵可能要再補下 這邊土耳其人的火槍兵 最好是趕快擠出一些資源 趕快點一下金銳升級會比較好 因為金銳土火跟一般土火的傷害是差很多 DPS會差非常多 所以一定要剩下金銳會比較有感 這裡吃到一下箭矢囉 直接秒殺一隻火槍 這裡火炮一直想要偷點 HART這裡補下了重裝騎士的升級 火槍兵 這裡又吃到城堡的傷害 又要再死幾隻火槍兵了 三隻火槍倒定 這裡鬼轉往下打城堡 先把這個城堡拿下 下方的火動空間比較足夠 現在HART已經變成缺金狀態 這個足跡一定要想辦法拿回來 火炮有點打歪囉 勝率往前 招翔火炮 火炮打一發就往後走 偷打偷打一下 拖起火槍兵數量 開始又慢慢多了起來 好 最後面把城堡解決掉了 火槍兵又要對射了 這邊火槍 入死誰手 後面火炮打個一發 死了一大堆 哇 這一坨下去 有點逆轉的跡象 但托爾西的勝率也不甘示弱 後面趕快招翔起來 正面的托爾西火槍兵 開始潰敗 左邊的火炮也被招翔到 這時候Duck打出了絕絕 對我們恭喜HART拿下比賽勝利 哇這一波HART火槍 打贏托爾西火槍兵 配上僧侶火炮 巨頭的策略 後面再回轉一波重裝騎士 轉遊俠 這個遊俠一出來 應該Duck也是完全沒機會 這個投降時機算的還蠻好的 那我覺得最關鍵的地方 應該也是HART的這個城鎮中心 這個城鎮中心一蓋好 這個黃金 把這個黃金補起來 讓這坨火槍兵可以得以成形 而成形之後就可以慢慢再反打回去 這一點HART這個偷金礦 偷得非常漂亮 好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是來到了四萬五千支援 贏了大概對方一萬五左右的支援 經濟還算是非常非常好 但對方有四生物 雖然黃金比較多 但是最後經濟還是只有單TC的關係 沒有辦法延續自己的優勢 只能打出GG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 就差不多要知道囉 那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按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我們下次見